大家好,我是酷奇 今天要來使用的是繡球花的Nazel 角色的性能在之前的影片有介紹到 歡迎去看一下 Nazel這個覺醒真的回復好多喔 搭上裝備有7個耶 那他跟其他的角色不大一樣 沒有高減傷卻有高血量有3倍 用他我覺得有點見仁見智 有些玩家討厭說碰到重力就會Kyuki的這個情況 像我就有點害怕 所以我這次要來混搭有半減的冰咒龍 感覺應該能夠解決很多問題 那麼就出發,GO! 這一次好友的繡球花 裝的是水盾的武器 不過水盾的CD真的是很短 只有另外裝了一個HP強化 讓他能夠在開場被延遲一回合 那麼就開變身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先消6顆的水珠 先想辦法把木以外的打死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消1組4喔 消1組4其實就是回到10萬以上了耶 也就是冰作龍的半減是必定能夠觸發的 本來以為Nazel的回復還好 沒有想到這麼強 不過我覺得這一隊可能回不強 應該是強的女帝 她回復率實在是太高了 女帝現在是真的什麼隊伍都在擺耶 屬性不對也擺 但因為真的是太強太好用了 好!這樣子3隻就收掉了 接下來就是慢慢的耐久 耐久的方式就是單純的消1組回復4 直接觸發半減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關變身了 除非也奇怪 像花朵這個系列啊 可是第二巨蛋的變身都還蠻重的嗎? 不枉將是艦艇類的角色 大概都是靠延遲 或者是... 欸...都... 加速的方式吧 再抽SB的 不過因為10回合真的太重了 有時候用裝備反而效益會比較低 因為會佔據大部分裝備的空間 所以現在普遍的做法應該啦 都是像這樣子 在第一關透過角色本身的耐久度 來撐回合術 然後這一隊主要的傷害應該還是需要用到貫穿 那這裡有兩個時COMBO強化配一個貫穿的覺醒 那冰咒龍本身的攻擊力也很高 來看一下...好友的好了 這樣子就打到快21億了耶 跟冰咒龍果然還是有差異啦 不過主玩我有個想法就是說 如果海魔女沒有在第一關變身的必要性的話 其實SBK壓得很低很低耶 因為耐久度很夠啊 那我應該在主隊上可以再改進一下 好我們這邊要先把女帝的這一個2技給開掉 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像四神的某一個人像鯊魚的角色吧 名字沒有印象 主要繼承他是補一些水強化 然後另外還需要他的SX 風力耐性 畢竟啊 主花朵類的角色 風力耐性是最缺的 加上過往 雖然說有很多大量的免費兩個風力耐性的裝備 但是啊都是很普通的技能 然後在這次花朵系列裡面呢 角色呢 新的裝備也蠻多的 更難抽啦 都抽不到嘛 都抽不到還要怎麼抽啊 我上次用水隊打的 李魔狼應該是用 艦艇吧 還是嗎 有點沒印象耶 艦艇被弦玩嗎 當時的隊伍也有固定傷害 果然啊 水隊打魔狼真的是要護傷才能打 雖然光是第二關要做的對策就夠多了 他的三百萬固傷也不錯 那我們開那隻的生成 四四 然後這一隊的增傷倍率有2.4倍 開一次技能有2.4倍的增傷 真的很高 畢竟啊光他一隻就有七個回復強化了 然後女帝又很多 自然啊增傷倍率就很高 那之後的關卡呢 基本上就是開完那隻的技能之後呢 再開海魔女 海魔女開完呢再去開繡球花 兩邊這樣互開 當然理想上啦如果有兩隻 欸那隻的在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 畢竟啊最怕的就是版面 會缺回復 只有三顆回復的情況之下 算說 海魔女有回復上升 欸有時候還是怕怕的 我們這邊就多消一個火的十字 趕快把這個超安安解掉 玩完昨天的十字隊啊 真的是十字超好玩的 跟貫穿或橫牌感覺很不一樣 不過這一隊啊算說要削 水的六顆以上 但因為也沒有橫牌的加成 所以基本上削貫穿應該會比較好 那如果要削六顆的話呢 大版面削直牌也可以 削橫牌也可以 自由度算滿高的 不過如果要讓版面拆好看的話 基本上啦還是削直牌會比較好 以我自己的習慣好嗎 OK 然後第四關這邊 等一下就直接開 女帝解掉好了 這邊耐久的必要性也不高 只是因為啊 冰縱龍只有半減而已 在進到下一關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每隊的技能開掉 那另外這一隊的建議血量 是一定要到三十萬以上喔 敵方的攻擊是六十萬 加上半減 這樣才撐得下來 好 就這邊打過去吧 一樣開個技能補一下豬 不過啊 這隻雲深層的位置真的是有夠招 深在這裡喔 有愛觀瞻耶 不過啊 儘管不是搭冰縱龍的話 這邊應該也好撐啊 可是減傷的條件就要高一點 咦咦咦咦 2492 如果是這樣搭的話喔 我在想啊 可能 每隊的位置 雙隊長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也可以換成像是水柱一樣啊 有一回合的無效 然後SB也夠多 然後又有一個大耐性 感覺也不錯 總共有啦齁 沒有的話我覺得搭冰縱龍 應該也是蠻好玩的 不過水隊的進擊真的是絕節 喔喔打不死 還好回合數夠高 每隊技能的二技啊 是之前學員的 欸ASTCry 居佐之南 因為裝這個裝備的關係 所以我的揮瑋 好可以換成手指揮瑋 但是我覺得阿 這隊本來的手指很不夠 好像只有幾秒 好像7秒是不是啊 超短的 不行啦 我觉得他转大版面 至少要给我9到10以上 这真的是最基本的要求 然后我冰咒龙潜在是放个防交换队长 这个防交换队长 好像是从很久以前就摆着的 然后我也沿用下来 然后冰咒龙继承的二技是 ウルカ的武器 只要是补一个L字了 这也就缺一个L字 不过火力真的很稳 有一个冠专加10C的话 10C的条件也好达到 6颗以上的水也就有3km加成 最大火力是很好出来 然后反正也有故伤嘛 也不用担心敌人 有没有跟进 好 如果下一关啊 这个情况之下出现鬼魂 应该蛮有趣的 鬼魂 鬼魂 又洗 一般啊 如果被转成回复的话 碰到鬼魂应该是头很痛 然后又有回复减嘛 不过这一次完全不用担心 敌人的所有的状态呢 我们都可以先靠海魔女的技能 压过去 然后这边直接消掉 全版面耶 拜托 这样回多少 38万耶 够多了吧 然后又有半减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啦 嗯 高血量我自己玩得怕怕的 有个简单的减伤 好像玩起来会比较没有压力 不过这一次比较可惜 又抽到虎儿草 是虎儿草没错吗 就是一样有水的主性 然后回复强化的那只角色 还蛮想要的耶 如果能够放到纳斯里的队伍里面 我自己又有绣球花的话 应该能够组出一个有趣的队伍 冰重龙错了吗 没有啊 冰重龙还是很强好不好 只是啊 这个情况之下 通常啦 冰重龙的一剂就不会使用了 毕竟她的增伤也好 水掉落也好 必要性不是说那么高 所以这个情况大概 的情况应该都给她继承一个 像是伤害吸收或属性吸收的技能 来解敌方的状态 独六卡的武器另外一个好处 是如果版面不大好消的情况之下 应该可以开她的技能 做伤害无效的无效化 哦 这也是有水 给无效的主要还是要靠女帝啦 毕竟啊 水队啊 水队我真的只有金鱼可以解 除了金鱼之外啊 好像还有一个魔物的角色 也能够解 除此之外就没了 水队如果未来我自己还是没有抽到 比较强的铁重黑的角色估计啦 可能还是继续用女帝做代替吧 荧光HP会少一点点 但她的辅助效果太好用了 好 这边啊就算没有办法把她准备两只达四 也可以靠高顾伤 但那个云还是很烦 如果云啊 在左上或左下角的话 以我消除的习惯应该是会无视那个地方 这样转起来比较没有问题 第八关的老头是好打的 冥王的话我会有点可怕 因为版面缺回复的话就会死 除非有办法靠三颗 然后加上海魔女的技能 补回来啦 好 我们这边就开手指延长 然后增伤应该不用开 反正有做一个贯穿的话 就可以打到顶了 增伤身权 孫雖泉這邊預計應該可以兩拳收到半血以下 那我們這邊開增傷 我還是覺得四次生成有點少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待遇 好 先來看一下權力的一擊 能夠消多少 完全可以耶 我只知道我覺得Naga的攻擊力好弱喔 果然只有一點點貫穿的話火力還是有點差 不過帶他進來本來是想要湊SB啦 不過看這個情況應該是可以換掉 隨便用靠繼承的方式解決 主性吸收的問題應該也不錯 100多萬 對啊 當時擔心回復量不足的我可能是有點錯了耶 沒有想到這隊的回復力這麼高 好 那我們這邊來洋開技能 但理想一下啦還是真的覺得有兩隻能夠互相開 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第10關是誰 劉備很好 劉備...欸等一下 反面的水珠太少了吧 反面的水珠不夠 恩...回復是壓得過去啦 恩...應該還可以吧 我記得他的攻擊沒有那麼痛 就算沒有回滿血應該勉強也撐得下來 恩...那我們這邊就... 也不用開減傷啦 靠...三顆然後高康好了 想辦法先把我們的回復湊起來 劉備啊...印象中攻擊力都很高 因為這一對血也很高 好... 十一...十二...十三... 你看... 三顆然後回復上升加十三... 還是沒辦法回滿 真的是有點可怕耶 好 那我們就開Nazel的技能 這邊就通過吧 敵人是木屬性不過這隊的火力夠高 好...有一點回復檢 這樣回了回來嗎? 喔...完全不行耶 哇...回復檢...可怕 還好有海魔女在 海魔女到底還有沒有機會上修啊 魔女裡面啊...就對她... 上修的印象最淺了 人家也是原主的魔女耶 應該修一下吧 海魔女真的是啊... 實裝到現在還在工作 有夠辛苦的 沒辦法 別叫你是強者 好...其實每次啊 看到被打到只剩一點血 還是很可怕 但因為回復又沒有什麼壓力 到目前為止好像也沒有需要... 耐久的地方 還蠻順利的...喔...水的 水的...嗯...其實吸到木的也還好耶 吸到木的敵人防禦力也很高 我是木的耶 木的話...這邊直接打好了 我們先靠著這一隊的... 半剪先撐一回合 然後把板面的水珠留下來 有增傷打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很好很好 欸...板面夠嘛 那開技能 敲到木珠應該也沒有什麼差異 反正死了再重來就好了 這也太消極了吧 但這是事實啦 因為我跟人家打...比較不一樣 都是自己試了幾次之後 才覺得什麼方法比較好 但有些人真的很厲害 組隊的速度也快 公寓的速度也快 我好像不是這類型的人耶 這可能是腦袋不靈光吧 來13關 尼普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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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轉真的是 都貫穿了一個... 克星耶 好吧這邊呢 把那個技能也開掉 然後... 女帝也先開掉一次 避免存到2技 然後再開一下海魔女回復上身 不過感覺他應該也蠻好打的 一拳是一定打不死啦 但2到3拳應該是有機會收掉 只要不要被影響上就好了 來先看一個貫穿 然後有... 攻擊泰板體力泰板的攻擊力上升 差不多這樣子而已喔 那...我們就... 那這裡要先開嗎 要先開... 有一點危險 我們先單純的 交一下... 打珠 反正耐久簡單嘛 現在主要啊 就稍微消耗一下敵人的血量 好 然後再開一下... 海魔女的技能 這邊啊 納特爾留在... 最後增傷用好了 然後也要盡可能的把鎖住 也...想辦法消掉 不然就是要像這個情況 做一下L字 好 不過真的啦...單純的平坎沒有什麼火力耶 有辦法打到一半嗎 留一點天降 喔唷唷唷...可以耶 然後是毒海 這個有防住 那...這邊在... 跟剛剛一樣稍微消耗一下血量好了 看剛剛的貫穿傷害啊 再打一半可能有點痛苦 但如果能夠再減一下血量 應該會比較好打 會比較好打 好 哇...終於到BOSS了 BOSS啊...現在把命又轉轉 這個可能要先... 單純的慢慢消 消到快要半血耶 這隊的貫穿傷害是蠻高的啦 但大概也只能打30%到40%左右 欸...敵人的狀態好煩 啊...沒有消到 摩...卡... 好... 真是老天保佑耶... 還好那個五回合的伴扭存下來 到最後一回合來用到 有夠難打的...敵人真的是喔 把命給的狀態有夠多 想要好好的消都不行 好...從這邊終於可以比較安心一點了 那這邊就收掉一次吧 收掉一次啊... 又花了10多回合耶 雲的位置也差啦 然後轉轉的位置也差 那百密會鎖住 這邪惡的生物耶 好...再撈一櫥 去吧 看我的高貫穿 よし... 終於一次 唉...還有第二次呢 不過第二次就不用那個半解的壓力了啦 我真的不用在一半解的時候 打起來沒有什麼壓力 我想這邊應該要撿了 但是還是拖太長 好...終於可以結束了 那我們就把技能都開掉吧 其實也沒有什麼技能啊 我們先開一下Nuttle的技能 登城 然後再附帶一下手指延長 剛剛的傷害啊 貫穿這樣應該是很穩穩可以收掉 好...這樣有最大了 1K...我要QK... 終於... 終於終於啊 李魔狼通關 玩完這一隊的最大感想啊 就女帝太強了 根本是這一隊的MVP啊 缺點是血量會有一點低 因為吃不到HP的加成 所以要想辦法靠裝備來彌補 這一隊的話我覺得啦 除了靠水牆襪之外 如果有好用的章魚燒 應該會比較適合一點點 這樣除了靠貫穿傷害之外呢 也能靠單純的平凱火力 來打敵人 這樣應該就可以... 不會像我這麼卡啦 呵呵...我這最後太卡了 好的 那今天的影片在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